欢迎来到幼化教育的国画课堂 大家好 我是山羊 那咱们今天要画的呢 今天要给大家 要分享给大家的是螃蟹的画法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幅 当然我在看这个作品 这个呢 这一幅呢 是王雪涛先生画的 然后呢 也参考了其他的作品 我觉得可以把这两个螃蟹 可以稍微的换一换 因为之前有公开课画过这一幅 所以今天呢 我想把咱们的螃蟹稍微换一换 大家看一下 这只螃蟹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它把这个肚皮翻过来了 是不是显得可爱一些 它的动态不一样 但是呢 它的画法 它的基本的咱们国画要讲究的点是一样的 我们的知识点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比如说我画的是躺着的 画的缩在一起的 画的是侧面的等等 今天会不会很难是吧 今天的难度呢 可能会比往常的课难度要高那么一点点 因为今天的课程呢 不但要控水控墨要控制好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 就是形体一定要准 就是你这个螃蟹 你得像螃蟹 你的形基本上是要准的 但是也不着急 因为咱们画的是写意 稍微有一点点偏差 也是没关系 零技术同学也能听得懂 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可能画出来就是更写意一些 可能零技术的同学 如果是有一点点基础 不一定是国画的基础 有一点点对形的基础 比如说这个形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在前期 先在画螃蟹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 先找一找这些螃蟹 螃蟹应该大家都吃过吧 螃蟹应该是非常了解 对吧 经常吃 尤其是到 咱们到九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国画 其实应该是 不管是哪一种绘画的类型 我们在画这个东西之前 我们先得了解它 现在咱们的网上的科技 也是非常的发达 可以通过图片了解 也可以通过视频去了解 我们一定要先要了解它 才画 这样你才能比比画在形上 就不会画乱 就是比比有出处 比比有由头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画的时候 尤其是画一些 比较重复的地方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 就是画着画着顺手就开始 开始没有那么讲究了 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收住自己 有时候画的时候 看螃蟹的时候 看了都馋了 大家吃过晚饭都没有 现在是7点07分了 我们看一下螃蟹的形状 首先我们看一下螃蟹身体的形状 身体它是差不多像是一个这样的圆形 对吧 然后下面可能要宽一点 下面宽一点 上面稍微窄一些 它这个形状 然后两只这种大鸥 大钳子 然后腿是每边有四条 应该说是每边五条 加上这个大钳子的话 然后每一条腿是一节两节 三节四节 一节两节三节四节 大家能发现吗 每一条腿是有四节 但是我们在画国画当中 经常只画三节 就是把这两节 大家能看得到我这个鼠标的大拇指没有 食指没有 能看得到吗 能看得到同学敲一个二 因为我鼠标在动 在标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咱们在国画当中啊 经常就是把它画成像前面这样 画成一节 把这里概括成一节 一节两节 三节 在写意当中呢 一般是画三节 然后这个大钳子呢 一般是这里画一节 然后这边呢 就画它这个大钳子 这边蓬松的毛 然后再画前面的钳子 先了解螃蟹 了解完了之后 它的背 它是凹凸不平的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它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我就不会跑偏 在画今天的这节新课之前呢 大家不要着急 那我先给大家先 我先来画一个 然后画完一个之后呢 我在跟大家 教大家 我们要画出这只螃蟹 应该具备哪一些知识点 就是应该我们应该学会哪一些基础的理论 基本的这种运笔的方式 才能把这个螃蟹画出来 才能画得好 而不是照抄 因为可能大家在经常在网上接触很多这样的教程 那可能画的时候呢 就是照着抄 照着可能是照着之前的视频啊 或者是照着这些教程去一笔一笔画 那个呢就是照着抄 那个对咱们其实是没有进步的 我们一定要先理解 先理解再画 好的 那构图的话呢 也是按照这个构图吧 只是把它的螃蟹的形状呢 稍微给它换一下 大家想画这一只还是画这一只 画这一只红一点的吧 这只红一点的整个的身体是脏得开一些 然后把这只红的我看放在哪一个位置上 包括还等会还画这一只 这一只向天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只朝天的呢 放在上面 把这把这一只左上角的这一只呢 放在下面这一块 那我们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 我们先画上面这一只 然后边画呢 画这一只第一只的时候呢 边画边给大家讲一下工具材料 今天咱们要用到的呢 是生轩纸 一般国画入门的话呢 都是要用生轩纸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可能在其他的一些 可能网上啊 大家可能会看到 或者是看前人的古画的时候 用的是熟轩或者是半生熟 是不是 那有同学就会有疑问 老师我能不能用熟轩或者是半生熟画 如果是入门的话 不可以 我不建议大家用熟轩或者是半生熟 如果是你有一定基础了之后 那那个时候你想用什么都可以 因为生轩呢 它有很好的吸水吸墨能力 能很好地锻炼我们的控水控墨 以及速度的掌控 所以生轩纸是非常重要的入门 等会呢 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去控水控墨 以及通过速度去调整水墨的控制 因为经常有同学画的时候容易阴开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用到的颜料 颜料呢 就是管状的马力颜料 也是市面上最常见的 墨汁的话呢 也是市面上最常见的 伊德格的这种墨汁 调色盘可以用家里的菜碟去代替 但是要注意的 就是底部这一块必须是白的 边缘 调色盘的这个宽的这个边缘 有一点点花纹是无所谓的 没关系 为什么底部要是白色呢 这个底部 因为咱们的国画颜料 它是非常的透 它可能会透出下面的花纹 你如果是有花纹 有其他颜色的话 笔的话呢 今天会用到阳好笔 狼好笔都会用到 阳好笔呢 它比较偏软 一般是白色 那阳好笔呢 我一般会多背几只 因为一只用来画红色 暖色 一只呢 用来画墨色 或者是冷色 这样的话呢 颜色就区分的开一些 再画在纸上 就颜色干净漂亮一些 经常也会有同学 有这样的疑问 老师 你为什么画出来的颜色这么漂亮 而我的颜色那么脏 因为我们可能在笔戏里面涮的时候 它颜料里面有残渣 冷色加暖色 遇到一起就会特别的脏 所以呢 我们尽量是冷色和暖色要区分开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颜色的话可以用大红 然后呢 再用一点点鼠红 大红 鼠红 然后再加一点点朱砂 让它有一个这样的颜色的渐变 看这是鼠红 这是大红 鼠红是不是明显深一些 然后接着呢 就是朱砂 朱砂 大家再看一下 是不是明显红色 就更浅一点点 它这个红的深浅 那是正好是循序渐进的 那这样我们如果觉得这个红太红了 我们就加一点浅的 可以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 第一只呢 我先来画 然后画完这一只之后 再教大家我们应该掌握哪一些技巧 先呢 用大红 加一点点 朱砂 让它的颜色呢 稍微的浅一点点 然后整个颜色呢 是比较淡的 就是可能水分比较多 水分比较多 然后刮干 刮干让颜色浅一点 这只螃蟹呢 我们画在这个位置 画在中间 中间偏下放 这 然后这螃蟹呢 我们用侧风去刮 等会呢 我教大家怎么样去用笔 我们的用笔呢 也有很多种用笔的方式 然后用这个淡淡的颜色 来画它的腿 腿呢 它是要一节一节画 尽量是先从 就是最近的 或者是最上面 这一条腿开始 看一下它是有这样的 遮挡关系在的 你看这条腿明显 就在下面这条腿的上面 一节一节画 看一下我们中间这节 是不是 本来中间应该 这里是两节的 我们是不是把它省略成一节了 大家刚刚 给大家看照片的时候 就能明显的感受得到 颜色先浅一点点 等会我们画 画两层 画两层到三层这样的颜色 从近处 从近处往远处画 也就是从我们看到的 最近的地方 因为近处的会挡住远处的 你看我们要画后面的 它是不是就穿过了它 是不是 它被前面的挡住了 有一定的这档关系 然后呢 再画它两个大钳子 两个非常威武的大钳子 有同学说 小子的妈妈说 老师为什么你的颜色不阴开 不散开 可能大家的颜色画的时候就 马上就散开了 是吧 好 这个等我画完这一只 再跟大家分析 就是怎么样让颜色 让这个颜色或者是墨色不散开 等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好 画完这一层之后呢 接着我们用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调一个深一点颜色 然后笔上呢 干一点点 它再有在上面再刮了一层 如果你不要这种阴开的效果 现在是散开的效果 没有笔触的效果 如果你不要这种散开的效果 怎么办 等干 等下面的颜色全干 现在是湿的 所以它会阴开 你如果不要阴开的效果 那就等干 那我们在直播间呢 我就用吹风机吹一下 由于是 这是那种竹带的效果 好 等它干了之后呢 我们就用深一点的颜色 用这个大红加鼠红 颜色是比较深的 用深一点的颜色来压在它的壳上 这样就有很明显的这种笔触感了 整个笔触感就会非常的明显 水分要干 这个时候咱们的水分要干 然后画到这呢 其实如果是让它这个颜色 不要这么艳丽的话 可以加一点点褶食都行 我们再把这个腿 这儿再强调一下 为什么不直接用红色是吧 不是纸的问题 是一个控水控木的问题 可能是水分太多了 等会呢会教大家怎么样去控水 直接用红色的话就会显得太红了 所以我们一般是会在红色里面加一点其他的 比如说褶食呀或者是红色加一点点其他的 弹幕啊等等都行 这里呢我们为了让颜色更深 我们甚至可以来一点点胭脂 再看一下胭脂就是更深的红色 但是呢我用胭脂会加一点点褶食 再加一点点属红 让它的颜色偏深 大家看一下 偏这种红褐色 底肩还是红一点点 把这颜色调回来 按在这个角这一块 那这里也稍微按一下 没有声音吗 有声音有声音吧 没有声音的同学可以重新退一下 接着呢 我们稍微用这些深的颜色去框一框 稍微带一下这些腿 带它的这种关节处 让它腿上是有一些毛的嘛 就正好还可以把这种毛的质感 也可以给它挑一挑 稍微的挑一挑 不用特别多 稍微给它挑出来一点点就行 在靠近底部的时候呢 就多一点点折食啊 把这一块 往右按进去 画到它屁股这一块 再一点点折食按一按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调一点点弹幕了 调弹幕的时候 换一支笔 非常淡这个弹幕 水分呢 水分呢也要比较多 为什么水分要多呢 水分一多才能画出它这种毛茸茸的质感 你水分少了还画不出这种毛茸茸的质感 然后再换一支笔 用稍微深一点点的墨纸 比刚刚的墨色稍微浓一点点 在废纸上试一试 这个时候 我们先画嘴巴这一块吧 稍微淡一点点 把嘴巴这块稍微给它压一压 然后再等它干 等它烧干 因为现在的周围 它是有一圈水渍的 我们等它烧干再画 好 其实画到这呢 咱们的螃蟹基本上就差不多快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再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画两只 等会再画一只 画在这个上面 等会在这上面再画一只 好 现在呢我来教大家 我们要画这样的一只螃蟹 需要运用到哪一些知识 就是我们画 我希望大家在我们又画的课程当中 希望大家在我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呢 不单单只是说 会照着临摹这一幅画 也要学会是什么 技法促成这一幅画画完的 那大家往后呢就可以举一反三 就不单单只是画这一幅 画其他的也能画得出来 这是教大家最基本的知识 最原始的知识 那我们经常说是原知识 我希望大家呢是学会这一些 而不是说我调什么颜色 你就跟着调什么颜色 这样既没有分析 也没有理解 那样的学习是不好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需要哪一些知识 那我就直接在这个下面这张纸上 首先第一个呢是控水 这里呢刚刚就有同学在说 为什么我画的时候就晕成一坨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大家可能画的时候 一根这样的手 或者是一根这样的爪子 画着画着就水分很大 就完全阴沉一坨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一下子就两根腿 就完全是散发开了 就没有一根根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大家没有控好水 水分太多了 那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样去控水 其实控水也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呢它是有方法和技巧的 你要不了解这个方法和技巧 那你永远就不知道水分是怎么控制 就很难去自己理解出来 有一些知识点 比如说第一步 它是通过两步结合起来 不单单是一个方式 第一步我们调出这个颜色之后 调的非常淡 调的非常淡 是不是水分就特别多 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到 能感受到同学敲一个1 就是这个水啊 你看在这个调色盘上 是可以流动的 能不能感受到这个颜色的流动 是不是都流到这了 然后再一晃它就流到其他地方了 看看能不能感受到 这个就是大家平常 调颜色的基本状态 大家看一下 你调的颜色是不是这种状态 是不是水分特别多 然后还可以流动 甚至这一步调完之后呢 大家需要做哪一个步骤呢 就是在调色盘的边沿 调色盘的边沿刮 刮一刮 调色盘的边沿刮 这块我不说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 有很多同学在调色的时候 调完直接就开始画 调完直接就开始画 其实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个调色盘 调色盘它边沿去刮一刮 这样的话大家看画上去之后 是不是就水分就很少了 是不是没有阴开了 对不对就没有阴开 刚刚有同学说老师 我的就阴沉一团 那这样的话 你的这个水分就控制的很好了 这是第一步 那如果我觉得这个水分还有点多 我再画上去之后 它还是有一点点阴开 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把看一下 平常练习的这些废质 那平常我们画的一些画 不要的画 或者是练习的一些纸 那我们把它整整齐齐的折好 不要扔掉 放在旁边 然后怎么样呢 刮完之后 我们再在这个纸上 这样去按压 按压和刮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手势搓这一支笔的 这又是一个小细节 手势要不断的去搓这支笔 为什么 因为我老是只按这一个方向 这个笔就不会被我怎么按弯 是不是 这笔完全就是弯的 那我所以按的时候 吸水的时候 这边按一下 另外一边 对面也按一下 再左边一下 右边一下 大家看一下 最终的效果 是不是还是一支直的 还是这个毛还是直的 好我们按完之后 再来看 是不是水分就更少了 甚至它出现了什么效果 出现了这种非白 看到没有 出现这种枯比 是不是出现了这种枯比的效果 这个就是非白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的控水 通过调色盘的边沿 然后再通过这个废纸去吸收 通过这两步去控水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达到不阴开 就是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为止 有时候我们反而需要 这种孕开的效果 什么时候啊 画那种水分特别多的时候 可能画荷叶的时候 就要这种水淋淋的感觉 画那种烟雾缭绕的时候 就需要这种水淋淋的感觉 就需要水分多 那画一些枯枝的时候 很干的物体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水分就要少 要看表现什么样的物体 需要什么样的水分 所以水分的控制 水分的多少 也不是有一个唯一的标准 要看你画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画这只螃蟹 它需要哪一个水分呢 需要中间这个层次的水分就够了 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 那我们就画到哪一个步骤呢 调到哪一个步骤呢 先把颜料调完 调完之后在旁边刮 刮几笔 多刮几笔 然后边转边刮就够了 后面这个在废纸上按的这个步骤 就可以省略掉 就可以不用 当我们要画更枯的时候 更干的时候就可以用 这个就是整个调色完整的步骤 那可能有一些 在有一些教程当中 可能就没有教后面的 只教前面的 因为我们只画这一幅嘛 那我希望我的这个教学呢 不单单是把这一幅要用到的 教给大家 而且把往后会出现的 整个控水这一系列问题 都跟大家分析一下 让大家有一个这样全面的了解 让大家呢也能起到一个 举一反三或者是画其他东西 也能画出来的这么一个节奏当中来 这样才是好的一种学习方式 整个体系都了解了 这点也非常重要 要不然一知半解 其他东西很难画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控水 好控水它不单单是这两个步骤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这里呢可能是很多老师 都忽略的一个步骤 或者是说很多老师 都没有教的一个步骤 还有一个步骤是什么 还有一个步骤是通过速度来控水 比如说我现在 好调一点下来之后 现在这是一个水分 然后呢我接着把它刮干 现在的笔上呢是一个水分 某一个水分某一个度 我用很慢的速度画 大家看一下 它是很阴开的 它是有一种臃肿的感觉 好接着我们用速度快一点 是不是就没有上面这么臃肿 我的速度再快一点 是不是笔画的边缘就更顺畅一些 那我速度再快一点 大家看一下更快 出现了什么效果 越来越快 出现了这种非白的效果 有没有 这个是同等水分 同等颜色深度的情况下 通过什么样的东西 来改变水分的多少 通过速度的变化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 原来我们还可以通过速度来变化水分 不单单是刚刚的直接控制水分 还可以通过间接性的控制速度 来达到想要的水分 那如果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水分 差不多是中间这个度 是吧 但是呢我觉得中间这个度 还稍微有一点点多 这个就是通过速度来进行微调 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 是吧 它这个水分的程度 它是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之内 我要的是中间偏下 比较枯的这个层次 那怎么办 我的速度 就达到这个层次 速度就快一点 它就是这个层次 如果我的速度慢一点 在这一个位置呢 它就是中间这个层次 我的速度再慢一点呢 它就是这个上面这个层次 所以合适的水分 它是有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再怎么调呢 再通过速度的变化去调 是不是这样水分就具体了 这样大家能听得懂吗 能听得懂的同学 敲一个2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些 整个系统的一个知识 就是它是一个知识串联的一个知识 你看通过控水 它串联了好几个知识 一个大的控水 大的控水里面 小的区间 再怎么样控制小的区间 通过速度来控制小的区间 只有小Z的妈妈 其他同学呢 然后大家可以及时给我一个反馈 因为我怕 因为我有可能讲的一些知识点呢 讲的比较的专业或者是用词 因为我平常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是从材料开始 从纸开始 从画材的选择 然后从控水控墨开始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接触到 专业的词汇 专业的这种用笔啊 或者专业的知识点分析 所以系统办的同学 正式课的同学呢 可能就容易理解一些 那可能 因为跟大家上的这种是公开行驶的课程 所以呢 我担心大家 我要是讲的这么系统 或者是分析的这么细的话 我怕有一些知识点 大家可能理解不了 如果大家理解不了的话 就一定一定要及时的说出来 因为这个知识点 是从系统的知识点里面 摘出来讲的 这只是控水的一个小知识点 因为它前面也有知识点 后面也有知识点 没有连贯的讲的话 可能会导致大家一下子不理解 但是呢 它还是讲的很细 只是说可能这一下没有串联起来 前面有知识点 后面有知识点 我们还没学到嘛 好 这是咱们的控水 有了这个控水之后 还不够 还要有一个知识点 就刚刚画这个螃蟹 大家不用看这个螃蟹 好 欢迎鲁绒 大家晚上好 这个螃蟹 不单单是有控水 控水 你控好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哎 原来我的这个螃蟹它不阴开了 它能像这样一根一根腿 安安静静的呆在纸上 没有阴沉一坨 好 有了这个知识点之后还不够 还要哪一个知识点呢 这里我们再看一下 还要哪一个知识点 我们进一下我们班级的群里面 找到这个文件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还需要这个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点当中的哪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呢是运笔 大家看一下 这是咱们在画国画当中啊 运笔的方式 有中风行笔 侧风 顺风 逆风 藏风 路风 那咱们今天这幅画 要用到的呢 就是中风和侧风 下面的基本上 我们都用不到 可能还会用到一点点散风 会用到这三个 散风和中风侧风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 这三个运笔 当然还有其他的 大家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运笔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也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我希望就是讲的这些知识点 我会告诉大家 这些知识点 我讲了 我告诉了大家 哪一些知识点 你像这些知识点 我每一讲 大家如果想要 专业一点的学习 想要画的更好 大家可以继续的 再去了解这些知识点 我希望这样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体系 有一个知识点的体系 而不是说我只讲中风 侧风和散风的话 那是不是其他的这些什么 逆风顺风 你是不是都不知道 我可能从来没听说过 那是不是我想都不会想到这一些 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的知识 我会告诉大家 哪一些我教了 哪一些没教 这就是一个逻辑性 这就是咱们知识点的逻辑性 当然你如果觉得中风 侧风和散风够了 那也行 那你也可以把咱们今天这一幅画出来 那如果你想要画其他的 或者画的更好 画其他的东西 那你就要把其他的知识点 也要了解一下 所以这就是咱们的 在我们又画上课的一些区别 我觉得就是应该把每个知识点 都告诉大家 哪里教了哪里没教 而不是说我只教这一幅画当中的知识点 那可能有一些教程当中 可能知识点他都不教 只是在那里画 大家就只是照着画 那可能稍微好一点的教程 他会说我用到了哪一些知识点 我想起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再好一点的就是 我把整个体系的知识点 都给你看一下 都给你交代一下 了解一下 会运用到哪一些 还有哪一些没有用到 你要想画其他的 或者是更进一步 那你可以去网上 或者是去梳理 去找这些方式 去找这些知识 就是你有一个目的可以去找 而不是你去乱找 这里大家能明白不 这个就是学习的一个思维 就是咱们教学的一个思维 这个知识点可以的 到时候这两个知识点的截图 会给咱们的老师 因为大家都是加了助理老师 进来的咱们直播间 到时候找咱们的助理老师 拿这两个知识点的截图就行 那大家想要去就是了解一些其他的 就促成整个知识点的圆满 因为这些了解下来之后 你整个知识点才圆满了 那才系统了 要不然也是一知半解 可能是举一反二 做不到举一反三反四 好接着我们看一下 咱们今天用到的中锋侧锋 看一下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是中锋 什么是中锋呢 我们看一看 中锋是指笔尖始终在线条的中间 它的效果是笔画这个线条 它是圆润饱满的 而且笔是垂直于直面的 画中锋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画 整个的笔要垂直于直面 这是角度 角度也很重要 你如果这个笔没有垂直于直面 你这样偏了 测了 不管是往哪个方向偏的 都不是中锋 那都是错误的 中锋运笔是什么 它还要结合姿势 垂直于直面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往右边行笔 或者往左边行笔的时候 笔尖尖永远在笔画的中间 看大家能感受得到吗 能感受到同学 敲一个3 比如说这是咱们刚刚画的这个笔画 对吧 我把它勾线勾出来 然后我们的笔尖 也就是我们的笔封 经常说的笔画的笔封 它的位置在哪呢 位置就在这个笔画的正中间 位置在笔画的正中间 这样呢 就会形成两边比较光滑 这是中锋 接着我们看测封 测封呢 就是把笔稍微倾斜一点角度 这样去画 这样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有一边是整齐的 另外一边呢 是凹凸不变的 凹凸不平的 随机变化的 就另外一边就控制不了 我们只能控制一边 让一边平滑一些 这种呢就是笔尖 在笔画的一侧 这个就叫侧峰 这个时候的用笔呢 就要跟纸面是要有一个夹角的 就不能垂直 就是要有偏向的 这是侧峰 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散峰 散峰会用到哪里呢 扫它脚上的小毛 这里我们用的少 也可以不扫 那也跟大家稍微的讲一讲 散峰呢 我们可以把笔稍微捏一捏 或者是在调色盘上按一按 让它像扫把一样 然后呢再这样扫出来 这种方式用于画什么呢 画这种毛发 鸟类的毛发 或者是像这种螃蟹这一块 它有一些毛发 画这种毛画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这种散峰 或者是多按一按 散的更明显一些 这一种散峰也是有 这种一般是画毛发的时候 是不是这种毛发的质感 毛发的感觉 这是咱们今天要掌控的知识点 那我们接着来画这只螃蟹 来看一下 我们要画这只螃蟹 其实要掌握的这些知识点 还是蛮多的 而且呢也是非常的重要 这些知识点不单单是咱们的螃蟹 其他的很多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运用的到 这也是基础的一些知识 接着我们用小笔 然后调烧浓的墨汁 来画它的钳子 这个就照着画就可以 然后呢控制一下水分 大家看一下水分多不多 水分不多 是吧 没有阴开对不对 控制水分刚刚讲了没 刚刚也教了大家怎么样去控制水分 对吧 按照刚刚的方式去控制水分就可以 我们把螃蟹的这个钳子勾出来之后 接着用浓墨 用浓一点的墨来把螃蟹的眼睛点出来 螃蟹的眼睛呢 它都是一端粗 然后另外一端细 像个小蝌蚪一样 但是呢它没有扭动 跟蝌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扭动 画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不着急 然后还是这一支小笔把它洗干净 因为上面刚刚沾了很多墨汁 然后沾一点稍微浓一点的 用薯红 甚至是调一点胭脂都行 然后把这个尖尖这一块稍微的带一带 用深一点的颜色但不要太深 好带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块顺带着给它勾一勾 这里呢主要是把它们的这种 腿与腿之间区分的稍微的明显一些前后的这些空间 这样咱们这一只螃蟹呢就画完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画另外一只 另外一只呢我们看一看 另外一只把它换一下换这一只 换这一只朝天的 这个它的姿态是不是很可爱 好 那这一只怎么画 先是用淡一点的颜色 我们不着急先用淡一点的颜色 然后再用深一点的颜色 像刚刚的步骤一样再去压 不要一开始就用特别深的颜色 可能容易控制不好深度 尤其是对咱们的初学者来说 不要一下子就用最深的颜色 这一只的颜色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微调 因为这我们已经画完的这一只的颜色 它是比较红的 对吧 那我们上面这只呢 应该跟它颜色也差不多 不要偏差的太大 因为这是在两幅不同的画作当中 所以它的颜色会偏差的大一些 那我们在同一幅当中 我们颜色的区别就不要这么大 那可能背部的话 胸腹的话我们的颜色就可以淡一点点 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行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行 行一定要准 所以这个就是比我们之前的公开课 或者是课程当中要稍微难的点就在这 就是它的行 咱们今天这节课呢 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呢 也给大家看了一下螃蟹 相信螃蟹大家都不陌生 所以一定先要去了解它 复部呢 复部呢是比较扁平的 然后前面大概是画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这边是它的复部的这个形状 看一下这个腹部的形状 两端稍微的顿一顿 然后再到这儿就是脚的位置 然后再到这儿就是脚的位置 一定要控制好水分 大家水分一定要控制好 这就是为什么不音 就是刚刚教给大家的这些技巧 我使用脚的缺买 好 好 一点 我们下课 然后再课 那因为有同学说他画的非常的阴 那是因为水分没有控制好 这里这四条腿呢他是靠的比较近的 接着再用弹幕 是水分的问题 是水分没有控制好 那刚刚看到我们之前的这个知识之后 相信做练一练就能把这个水分给控制好了 这个螃蟹就没问题了 现在呢我们可以稍微等一等 对吧再等一等 然后再用深一点的颜色 像刚刚的这个画法一样 再去压一遍 那这里的同样我先用吹风机吹一下 这样就快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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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来用 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深一点颜色压一压它 笔尖呢再用更深的颜色来区分一下 包括这我们可以再压一下深色 同样这里呢也带一带 再把这个边缘轮廓带得更加的饱满一些 再用小笔重复刚才的步骤 刚才这只螃蟹的步骤深一点的颜色怎么样 把它这个爪子这一块稍微勾一下 接着呢再用淡抹 先用淡一点的墨来画它的钳子 钳子也是照着画就可以 注意一下它的形 两边是比较圆润的对吧 中间是什么形状 中间是锯齿状 你看中间是这种锯齿状 再用浓墨最后用浓墨点一下眼睛 点眼睛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它是外面大里面越往里面越细 点出这样的 另外一只眼睛被这里面挡住了 你就可以不用点的那么明显 好的 这样咱们两只螃蟹呢就画完了 大家有跟着画的吗 有跟着画的同学 然后画的怎么样 到时候大家画完之后呢 可以把作品图发给咱们的助理老师 到时候可以给我看一下 给大家点评一下 那画完螃蟹之后呢 我们还不够 我们一般呢 画螃蟹的时候 还会画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可能会画一些菊花 或者是画一些黄酒 对吧 跟这个螃蟹的季节时节搭配 或者是吃螃蟹的时候 咱们要搭配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一幅素材图当中 它搭配的是什么 搭配的是这个菊花 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有搭配这种酒壶的 还有瓶子里面有菊花 一般来说就是搭配这些 一个小壶啊 两个这样的酒杯啊等等 这就是我们画螃蟹要搭配的 一般是杯子 或者是一个壶 或者呢是一两树这样的菊花 那我们就加一个杯子 看一下 在整个的这个作品图当中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加到哪里 这个呢就会涉及到一些章法布局的问题 这个也是相对而言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 这个是靠后面的课程的 那就可能是咱们某一期正式系统班级之后 后半段的课程 因为这一到这一步的时候 到考虑到考虑章法布局的时候呢 其他前面的空水空木药或者是技法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 那接下来我们才要去考虑章法布局 那我们看一看怎么去布局 这里呢有两个地方可以画 拿两个地方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大家可以告诉我 打字和我交流一下 这里呢有两个地方可以接着画 画一些小酒杯或者是画壶都行 哪里大家没有感受得到吗 一个呢是你看左上方 是不是左上方空的特别多 还有一个位置在哪里 还有一个位置是不是在右下方这一块 哎感觉右下方这一块也空的比较多 是不是 那这两个位置我们还可以接着画 那如果是要画一些花比较扁的 其实这一块也是可以画的 但是那样画的话 我们就感觉整个画面就比较的满 那我们这两个位置呢还要想好一个提款的位置 那就是我们落款 我们落款可以落在这 比较小 然后那这个位置呢就可以再画 画一个壶 或者是画一半的壶 再把这个酒杯画出来 我们可以画一个杯子 先画一个杯子 画完这个杯子之后呢 再画一个壶的一半 被这个杯子挡住了 要让整个画面去均衡 这是章法布局 对 学国画的话要去刻一个章 章子呢 一般刻姓名章就行 刻方形的 刻正方形的或者是长方形的都行 一般是正方形的 如果是姓名章的话 而且姓名章呢 一般是刻珠纹 刻一方就可以 对 要落款了 盖章了 才是一幅完整的画面 这是要有的 经常我们说的提款前印 加上提款前印 这才是一幅完整的画面 章子要珠纹 珠纹印 然后呢 正方形的 刻上你的名字 然后大小的话 一般来说 在1.5厘米左右的方形都可以 因为章子的大小 一般是跟提款的大小 是差不多大 好 在这里呢 再加一个这样子 加两个杯子也行 或者是加一个杯子也行 我得看一看 加一个杯子吧 这个杯子画的时候呢 也不用画全 就是不用全 不用线勾出来 断断续续的这种效果 放松一点 然后呢 可以画一画 这个杯子身上的 一些纹路 或者是纹理 花纹等等 看不到的同学 可以退出去 重新进一下 找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 咱们能看得到吗 能看得到的同学 敲一个E 能看得到画面 听得到声音的同学 可以敲一个E 大家能不能看得到的同学 大家能不能看得到 那如果看不到的同学 可以退出去重新进一下 或者是找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 都行 画两个杯子吧 不用画糊了 画糊的话可能会显得左上角东西太多了 比较闷 我们左上角不用画太多 因为这个主体物是比较大的 螃蟹是比较大 整个尺幅呢 整个画面的尺幅也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可以在后面再来一个杯子 后面这个杯子呢 就再稍微的小一点点 那两个这样的杯子 画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给这个杯子上一上颜色 我们用三轻 比大家可以在 在在某宝搜一下 搜一下店铺 搜一下又画 这个又一次的又画画的话 材料呢 都是用的店铺里面的 然后呢 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现在用的这一支 这一支是梦星河 这一支非常好用 那这一支呢 既可以写小凯 又可以用来勾线 这一支我是经常用到的 因为写小凯的比 对比的要求会高一些 写小凯写的不好用了 或者是写凸了 就可以用来画画 包括咱们的纸也是用的这个店铺里面的 对是在这个店里 品牌的话 好像是他们店里面的这个店铺里面的吸气 品牌可能跟店名它不一样 对 梦星河是这个名字 再可以去这个店里搜一搜 要搜店铺 搜这个名字的店铺 包括纸也是 所有的工具材料都是咱们这个店铺里面的 还可以用一点点鹅黄 用一点淡淡的鹅黄画什么 画它杯子里面的感觉的成的这些黄酒 可以给它画一点点 怎么画不了这个杯子是吧 控水水分第一个是控水要控好 第二个是它的外形要掌控好 它有什么外形呢 它是一个椭圆形 大家看一下 杯子的口 杯子的口是这样的一个椭圆形 然后要就是一笔画成 你不要犹豫 一个椭圆形 然后呢 上面宽一点 下面窄一点 这是这种杯子 然后下面呢 又是一个大一点的椭圆形 它有两层 它一个杯底 水分要少一点 要不然就容易阴开 然后呢 上面还有一圈花纹 下面呢 也有一圈花纹 再把里面的这个花纹画好就可以 这是咱们常见的这种杯子 水分一定要少 然后它形一定要准 上面是宽的 到这 到这转弯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小的这样的椭圆 画成这种 小的这种 感觉有点像剪笔画的形式都可以 好 画完之后呢 我们还要什么呀 还要提款前映 才是整幅完整的作品 可以了 是吧 好 那就太棒了 希望大家呢 在这里都能有自己的收获 好 接下来提款 提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提自己的名字 哎 想一般呢 如果像我们这种小的作品的话 可以提一个穷款 提一个穷款是什么呢 就是指提咱们的名字 在抖音里面有课程吗 骆驼响子是从抖音来的是吗 课程有 可以咨询一下咱们的助理老师 咨询一下助理老师的微信 咱们有正式的班级 有正式的系统课 而且是一年一年学习的那一种 让大家学花鸟 协议的花鸟 山水 然后工笔 都会教大家 课程的地址的话 大家可以找一下老师去要 也可以后台 后台私信咱们的账号 你现在看的这个账号 你现在看的这个账号私信就可以 但一定要认准是右画的 就是这两个字 那因为有很多 其他的像一些 其他的一些 人 或者是账号 经常是盗用我们的视频 或者是长视频 或者短视频都有 所以一定要 警方 在网上上到受骗 一定要认准 官方的账号 好 在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提一个款 提款可以提什么呢 提凯书 提凯书也行 提刑书也行 但是呢 不能写历书 不能写传书 因为整个画面是写意的 比较放松的 所以我们在提款的时候 也是要比较放松的字体 那就是我们的课程 那就是我的课程 就是这里面 就是我的课程 就是我来教大家 如果大家是想 就是举一反三 或者是画一画其他的 因为咱们的这些知识点 可能是宅的某一部分 如果是想要继续的 学得更好 那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去 正式的学一下 不管是在线下学 在线上学 就是在网上学 在实体电学 都可以 大家想去哪里学 就去哪里学 最主要的原因是感兴趣 兴趣是咱们最好的老师 你不但要对画感兴趣 你还要对老师 喜欢这个老师的上课的方式 或者是讲解知识点的方式 喜欢这个老师的谈吐 或者是喜欢的他的交流 或者是做人做事的这种风格 等等 一定要建立在 在兴趣上面 感兴趣上面 如果你看 如果是遇到 可能讲的 你不感兴趣的 那可能你听着课 都可能 昏昏欲睡啊 或者是马上就换频道了 换台了 兴趣是咱们最好的老师 所以我建议大家 找到自己喜欢的就可以 因为难的 我们画画 最难的是哪里 最难的是思路 就是学习的思路 学习某一项技能的思路 因为你看我们 其实应该是360行都不止 有各行各业 每个行业当中 他有他的一个思路 一个学习的思路 是从哪里开始 再到什么样的节奏 再到什么样的困难程度 然后再怎么样去学习 还要结合哪一些东西 你像咱们国画 它是诗书画影相结合的艺术 就不单单是画 画了之后 你要有一定的审美 你要有一定的章法 然后这样你的画面布局才好看 当然画面布局 也是所有的这些画种当中 要考虑的 那是不是还有画面布局 然后还有呢 自己的一些审美趣味 要加入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一些经历也好 或者是一些想表达的东西也好 对 你画什么题材 对吧 也是要你想表达的东西 所以呢 它是结合很多东西促成的 所以这是咱们要学习 要正式学习的话 要知道它背后的原因和理论的知识 这是难点 这些对以后的路都会好一些 对 又画 又画呢 是我和波范老师一起创立的 我们是一个公司 咱们是一个专门的做线上培训 线上美术教程的一个公司 那对 可能其他的一些平台 很多都是一些个人博主嘛 公司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些公司的优势在哪里 个人博主 大家想一想 个人博主 他一个人的经历是不是有限 对吧 可能我一个人的经历有限 我人数 上课的人数太多 班级的人数太多 我肯定就照不过来 但是我们的这个课程 配有 就是我们的班级里面 他配有专门的作业指导老师 还有班主任 就是全程为大家服务 专业方面的问题呢 可以问咱们的主讲老师 国画方面你可以直接问我 也可以问咱们的作业指导老师 也是咱们国画专业的 这是专业知识呢 会有两个老师为大家服务 至少会有两个老师 好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一些设备方面的问题 因为毕竟是互联网的学习 对吧 可能考虑到一些电脑设备啊 可能大家哪里不会调 不会进啊 或者出现的问题啊 设备方面的问题呢 就可以找咱们的班主任 或者是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啊 等等都可以 除了一些专业问题之外 都可以找咱们的班主任 会陪同的大家 也会一直监督的大家 那可能个人博主的话 他就没有精力去监督大家 我们是会监督大家的 因为知道 兴趣爱好 它可能就是一时的热度 大家有没有同学是三分钟热度 我自己有可能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是三分钟热度 但是我在画画当中不是 也确实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那在某一个东西当中呢 我们怎么样去持续下去呢 这个可能就需要一些人去监督 在旁边看一看我们的作业啊 催催我们的课程进度啊 就要一直跟踪着咱们 那就辅助 像一个小的一个这样的小书童一样 伴着咱们来一起成长 也正是因为当时呢 这很久之前 我们诱化现在已经是八年了 很久之前呢 我们也是两个人一起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就是我们的经历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来了解绘画 喜欢上绘画 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更加全面的服务 大家才能画得好 才能真正正正正的 让大家学得绘 而不是照抄 是要付出很多的精力 包括后面的课程的不断的升级 课程的研发 以及教学相长 与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 我觉得国幻呢 应该是一个因材施教的这么一个过程 为什么 因为我带来这么多期 我就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 他可能不能像那种 大教室大课堂 一下子几百个人坐在一起 可能不能像那样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自的问题 你的手按得轻了 按得重了 这都反馈的不一样 有些同学可能力气小一些 那可能对于他来说 就需要加重力度 有些同学力气大一些 那有可能对他来说就是要减轻力度 所以对每个人都不一样 而且每一个人的运笔速度都不一样 要因人而异 最后面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服务的这样的团队来去进行整个课程的调整 对你知识的完善 这样我们才能学的好学的会 而且呢 而且呢 大家这样的一个信任度的问题 因为大家可能很担心 是吧 在网上可能 你如果是个人的话 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跑掉了 我不太放心 你看咱们公司在这 这你就不担心了吧 今年呢 也是我们优化的第八个年头了 大家如果确实真的喜欢的话 就可以去 也可以去网上了解一下我们 看一看我们的这些教学的口碑呀 或者是在咱们公传看一看我们的一些教学成果呀 等等 我建议大家是多做选择 多做对比 接着呢 我们来前应 前应的话呢 下面可以垫几张废纸 垫一下废纸 要不然 这张升圈纸很薄 我怕大家一下子就把它按破 对 已经有八年了 咱们马上就有八周年庆了 也是会有一个活动 大型的活动 大家想了解的话 也可以抓紧时间咨询咱们的老师 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反馈 因为确实这八年来大家一直陪伴着我们 我们是互相成长的 我们的教学体系呀 服务的这些体系呀都是越来越完善 也教出了很多很多同学参加了各类大展大赛 有没有有没基础的学的课程吗 咱们的课程就是零基础的 就是针对零基础的同学 零基础的可以学 有基础的也可以学 大家想看一下学员作品是吧 没问题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现在正在上课的呢 是十一期 是山水班 我给大家看一下 花鸟吧 因为咱们今天画的呢 是属于花鸟班 是属于基础班的课程 是属于花鸟班级的课程 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一些作品 都是零基础的同学 像刚刚我讲了这一些 大家可能想看一看作品 到底画的怎么样 那我们就以实际的作品来展示给大家 有基础没基础都可以 有一点基础同学 你如果是想正式的学习一下 系统的学习一下 没问题 大家稍等一下网络有一点点慢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趁着等的这个时间 好我们看一下 同学们的作品 然后呢我们的一些作业指导 现在看的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作业指导 这是我们用的图片的指导的形式 我们会把圆图跟你现在的作品图会去进行一个对比 然后把某一些部分圈出来哪里需要怎么样 像这个作品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棒了 跟这个圆图是非常接近的 画得非常漂亮 有语音指导 有视频指导 也有这样的文字指导 大家看一下 这都是零技术同学的作品 这都是零技术同学的作品 是不是很棒 还可以你像这种就是写身 就是对着照片 对着照片画 自己的一些创作等等 是不是很漂亮 这是咱们同学的同学们的作品 看一下最前面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黑历史 你看都是从一些点点滴滴的这些东西去画出来 去进步的 国画它有一套系统的知识 你如果单独的 你像你不学前面的知识 你单独的眨一些知识出来的话 是很难进步的 前面就是一个空水空墨 各种空水空墨的训练 好 我们再可以看一看其他同学的 你看 随意的按顺序 给大家点 有画在这种扇子上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画成这样 或者想要画的这种 对线条非常的潇洒 画这么漂亮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专专 能有收获 我们再看一下 每一位同学都很棒 每一位同学都画得很好 这是因为他们有前面的强大的理论知识做支撑 因为他们有很专业的知识 然后呢 有咱们老师每一天的点评 就点评也很到位 点评也要注意 就是点评的时间 点评一定要及时 如果点评不及时的话 那你就会把这个错误的习惯会养成 你一天没解决 两天没解决 三天没解决 那就这个不好说了 你就形成了错误的习惯 所以问题一定也要及时的解决 我们学国话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这样才能有进步 对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咱们的学员 只要他愿意 只要他愿意 他一毕业就能开始挣钱 也是有很多同学 现在自己在带小朋友在开班了 就是因为他们有很扎实的理论基础 也有很多的这种实践的基础 实践的机会 因为咱们每一几个都会有作业 作业每一天都会点评 应该怎么样改 应该怎么样去对比 怎么样去自查 教大家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 也会懂得去创作 去举一反三 而不是死记硬背 而不是去抄 抄就完了 一定不要抄 所以这也是区分一些好的教程和不好的教程的点 可能不好的教程呢 就是大家就只是去抄 图有一个形 抄了一个形 对很多东西都不理解 那其实是没用的 反而是浪费了你的时间 甚至是把你的手画坏掉 手画坏了之后呢 就会养成错误的习惯 往后就比较难改 所以我们的学员呢 很多学员 绝大部学员都是零基础 我反而喜欢零基础的同学一些 因为你是从一个小白 从一张白纸开始接触 那我教的东西呢 你也很好地去吸收 你如果有一点基础 在网上学了一点基础 如果这些基础是对的 还好 就怕这些基础啊 你是连贯错了 或者是知识点 你没有连贯起来 连贯错了 养成了坏习惯 甚至是有一些错误的理论基础 那就很难改了 那就非常难 那还得把你错误的这些习惯改正 大家都知道习惯是很难改正的 所以还得给你掰正错误的习惯 再开始进入这种正统的学习 所以难度会高很多 而且你自己也会吃力很多 这都是从零基础开始的 是不是画来都非常有意思 非常放松 有一些是素材图 有一些是作品 用笔是非常的潇洒飘逸 好的 以上就是咱们班级同学的这些作品 就是随意给大家从头开始 让给大家看的 稍微给大家看一看过一过 这是每一个人的常态 每一位同学的常态 都是非常的扎实的 基本功都非常扎实 非常稳 一定要一几颗一几颗跟着来 好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及时的在直播间提出来 然后呢我们一起再来解决掉 接着我们把画面裁一裁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在咱们的右画的平台去私信咱们 包括你画完今天的这个作品之后 也可以找咱们的助理老师 发给咱们的助理老师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助理老师呢再发给我 我给大家点评一下 一定要点评一定要作业指导 这样大家才会发现问题所在 才能进步 就不断的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这样我们才能一点一点的进步 不用着急慢慢的来 把每一个知识点都学透 一定要连贯 一定要学透 重点就是在知识点 举一反三 然后解决问题 好的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结束了 那我们下一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下一次再见 大家可以也是关注一下咱们的账号 晚安晚安 大家早点休息 明镜需要继继续 继继续 confus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